现在我们给你来看新云大师把大陆风光用文具写下来 而这个曲的工作就交给刘家昌谱曲 现在云湖之歌已经出路了 我们也带你来看看这两个人的合作是出来什么样的作品 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得到 音乐人刘家昌是特别到了高雄县的佛光山来拜访新云大师 因为最近他已经谱好了一首曲 就是由这个新云大师所作的词 他特别来补曲 而今天他是特别带着他来献给新云大师 我们带你一起来欣赏这首曲子 其实他透过这个稍早的画面呢可以听得到呢这首歌呢云湖之歌 听起来呢其实有别于一般的宗教歌曲 而这个刘家昌是特别表示说呢 其实这个大概一年多以前呢 这个新云大师就已经将词写好给了他 不过呢因为他自己呢有相当的忙碌 而且呢有些事情必须要处理 因此呢一直拖到了现在呢 才将这一首曲给补好 目前为止呢新云大师听了之后呢是表示相当的满意 因为呢这个相当轻松愉快的这个曲调呢 确实是让人呢会想一听再听 目前为止呢确定呢这一首歌呢将会在4月3号呢 刘家昌所要举办的这个小巨蛋演唱会里面呢 在一次的公开演出 而新云大师自己表示他相当期待 目前呢就现场情况先将镜头交由台北